哎那各位朋友目前的男朋友们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每周日真正为你们带来的变金刚魔闻每周看每周为你们带来变金刚界的新闻资讯类节目你看看不做每周看都不知道今天是礼拜日吧老各位也先来看一下官方本周发生过什么样的新闻吧 MPG和MP这边后续要推出的人来和超级人来对还没有神蛋的但我估计后边肯定官方也会做的 虽然说具体的4月10号才会解析啊但目前来说网上已经有了很细致的图片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感觉这一套的变形设计和变形的复杂结构没有那么的高啊 包括他车厢在内也是很简单都是那种大块式的变形但是售价方面单人版本可能在两万四左右 带车厢的版本已经达到了四万六千多日元如果说再加上国内这些代理加价的话 我估计到了国内以后这玩意价格应该还挺高的 再加上《引者战士》这部动画片可能在国内的人气并没有那么的高吧 反正估计到时候肯定也会出来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了对吧 反正这些东西我们也都是经历过的实际素质呢看看后续实物出来的一个表现如何吧 但就目前看起来这玩意我咋感觉这就是个遗产plus呢 然后是MP这边的新冲突黄色版的划车 这也是早年间出自大亚克龙时期的一个配色吧 反正划车这个模具我觉得改的真的挺一般的 尤其那个肩膀啊很累赘 后续的SS86线的飞镖上一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型的报道 本周官图也拍出来了人形 哎呀真真的挺方的啊 再加上伪装形态胸口也并没有缩起来 所以这个飞镖确实能在官方五龙最后一个出也证明官方对这个东西的不自信啊 反正机器恐龙都给你做了 是飞镖设计的再垃圾 你为了凑角色不还得买吗 SS后续的110号的震荡波也是出自外转的这么一个造型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能源宝成精的啊 我还是那个观点 这变形结构我觉得应该是用那个TFP改出来的 不过整体的人形造型来说还是可以的 新的飞毛腿也是之前咱们有看到这玩具的偷跑流出啊 人形和车型各方面的表现还不错吧 再加上这个新的造型 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挺喜欢这个画风的啊 但是就目前官图来看车顶这一块 应该是变形不到位吧 咱们往好处想一想啊 看看官方的做工能不能扛得住了 FOC重制版的横炮也是 之前我们有看到过 现在的包装和官图也上市了啊 这又说起来 老板的FOC当时已经面临着成本缩减 所以车包壳的一个设计啊 变形结构上面真的没什么好玩的地方 而这一回的横炮新版重制以后 大大的拖鞋和巨大的龟壳 也成了许多玩家够病的地方吧 接着 官方的新动画的新产品先来了啊 据说后续要推出的叫做第一篇的这部动画 一看就是面向孩子阶段的子共享动画片 这一次推出的这款第一个公布的玩具 都是个啥啊 不过往好处想嘛 一键便行 比较简单 还能发射子弹 也挺有乐趣的 官方产品的配件包 MOPG的雷电 大家也吐槽挺久了 那什么玩意儿我之前还看到有人说那个是模仿着什么相铺的那个造型来做的 而现在呢 加了一个新的配件包 揪揪工作室推出的这个大裤衩子 装上了以后确实比以前的那个造型顺眼了那么一点 但是终究呢六人合体的雷电也是摆脱不了枯铲的命运 没办法官方那个底子太差了呀 来看第三方官方那边发布了超级人来 这边的KG梦幻模板也做出来了他们的车头人来的一个目前公布出来的事模吧 人形这个头雕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KG之前是先出的车枪 那这一回看一看车头做出来以后的数素质怎么样吧 DX9呀 之前在前几周吧我们有干净这款警车啊 也是之前大家吐槽那个头雕太难看了 再加上胸口硕大的缝隙 我当时觉得这块应该是有一个缩胸的机构吧 哎这一回呢完成的事质件做出来了 我这个胸口就非常的让人满意了 再加上全新修改后的头雕 其实在前方这两个头雕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就看着顺眼特别多了 还有一处细节 大家发现没有前保险杠上面那两个很突兀的轴好像也去掉了 其实对比一下车型 我感觉之前公布的那个图是不是装错零件了 把烟幕的那个宽一点的保险杠给你换上了 目前看起来警车的车型和人形基本上问题不大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是烟幕的那个保险杠那两个轴也很突兀 希望DX9在后边把这个地方也改一下吧 同时本周也公布出来了后续的新横炮 横炮也做了一个缩胸的机构啊 而且这次公布出来的横炮完成度已经很高了 人形车型都能保证一个很好的状态 但是兰博基尼的这个倒车镜是在这个位置吗 我没开过啊 不知道 我咋感觉是不是应该再往上一点点 魔方的新重途 本周公布出来后续2.0版本的大柱子的紫情方案 绿色的透明零件还是非常抢眼的 而且这个通透感我不知道是不是光照的效果啊 拍照师傅做出来这个质感非常的不错啊 而且我相信2.0这个模具这么成熟 后续重途也会有的 本周经历了愚人节啊 也是很多的第三方公司都会在愚人节 发一些烟雾弹假消息 本周看到铁工厂这边给你整出一个 膝盖上面有犀牛头和牛头 看着像是冲云霄一样的电脑建模图 但是我感觉像是假的 那腿里边就是他之前在出的煞星嘛 倒是本周真消息也有 铁工厂这边后续要出的武士线的行星队长 嗯怎么说呢 这一身铠甲吧 把行星队长身上那种毛发质感和窝甲的那种鳞片感融合在了一起 这种想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加上铁工厂的美形度一直对于变形金刚圈子来说都是非常数一数二的 再加上变成星星状态之后 人形装甲上面的红色点缀在星星的皮毛 尤其肚皮这一块也能很好地展现出来 至于变形结构铁工厂的变形大家就不要有所期待了 而且毕竟BW的玩具变形起来也比较简单嘛 所以也能想象得到就是脑袋换一下位置往那一趴就能搞定的一个变形结构 主要还是看人形的一个美观程度 另一家小比利的星星队长RT之前我们有玩过这家的星星啊 总体来说的这个变形啦质感啦造型方面也都不错 它的这个美术风格应该是仿着风雷模型的那意思来的 本周也是看到了要推出的透明红色版本的剥皮星星 仿照官方的样式在关节位置啊 活动轴的地方用了实色 其他的地方都是用的透明零件 继续小比利 本周NA也是公布出来了鲁莽和管子 据说这两个也是放在了一个套装里边 被人们俗称为鹿管套装 但是呢这一回的鲁莽管子竟然不是同模具的重图 整个的大背包也是有了完全不一样的变形更换 也就是说上半个整个车头都是不一样的方式来变形演绎啊 这一点就做的非常良心了 确实鲁莽和管子上半身的变形和造型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这一回的这两款N1的小作品也是做的非常漂亮了 吴医生这边就公布出来了后续的极小系列 声波和录音机的一系列重图 先来看这个战损的配色 胸口的磁带窗户都有裂纹啊 身上的涂装也有更改 镜像配色版的声波戴上了标志性的绿色头戴 同时还看到了很多新模的这些小摆件 磁带小部队的一些Q版造型挺可爱的 FH的天火 本周算是把完全的作品展现了出来啊 这个应该是涂装完成的样式了 可以看到在身上的一些涂装做的还是挺细致的 条纹的刻画 包括人形态的一些还原程度 标志性的引擎变成的大喇叭枪 这里边也加了灯光模组可以发光 同时还有小弟可以完全的变形 和擎天柱超载最终完成的三人大合体 看起来也是有模有样啊 挺帅的 但是呢擎天柱这个模具总觉得耳朵那块是不是有点支愣的 据说这个地方无法完全的延展开 4月1号也是在愚人节的时候 MMC的总带发了一个这玩意儿 我觉得不太像是骗人的消息啊 应该是真的 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应该就是做出来的手板件式模嘛 新的飘移 这回变成的车型是A186 也就是做成了头蚊子弟里边的那个真飘移啊 飘移变飘移 哎这没毛病啊 车型完全更换 所以我感觉在变形结构上面应该也有重新的设计吧 最后的原创玩具 上周我们有看到大火鸟公布的电脑建模图 也是预告后续要推出的这个蜘蛛娘 本周直接放出来了拭目 看来这个进度还是挺快的 胸口的那两头圆滚滚的 这个曲线过度非常的好看 也是看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完全上色的版本出来吧 那么得嘞 本周的某每周看新闻资讯部分大概就到这里了 以上的素材全部来源于网络和微博 正子时负责个人收集整理 顺带吐槽一下 好久没这么早做出来每周看了 那么得嘞 欢迎大家小周日同一时间一起索尊频道 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我是真造 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拜拜